開始做起 可是當你建立往前面做起的時候 你做的時候就知道旁邊要塞東西 好 下次實做的時候 你們試試看好了 先這樣子了解 先這樣子了解 所以它會取決於L跟H 再來決定極高極深 再來決定做極結 這樣知道 這樣知道 好 我剛剛為什麼講 這個階梯不好 這個階梯不好 那個階梯OK 勉強 談的就是這個概念 階梯要種出來 階梯不是放上去 你們的石頭是用種的對不對 你們一定有稍微挖挖挖 然後把石頭種上去 你不會說那個階梯在那邊 你石頭放上去 石頭放上去 這個是種階梯 看到沒有 跟剛剛的前面的那一個 這個也是種階梯 放 它就把石頭放上去而已 它就把石頭放上去而已 所以概念上來說 甚至於你基本上在一個土面上階梯 你這樣修修階梯就出來了 只是接下來你的木頭 或者是你的材料怎麼跟它結合在一起 可是很明顯的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只是用兩個橫木 硬式小鏡木兩個橫木架起來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你架起來以後 階梯它們的兩邊 因為你是架起來的 所以你就必須塞東西把圖擋住 這樣就比較不好 這樣就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希望它出來的階梯是 有兩種形態 一個是上面的形態 一個是下面的形態 上下形態差別在哪裡 你知道嗎 點虛線代表現有的異形 因為高度波度變化 然後我現在我要做階梯上去 所以第一個跟第二個差別在哪 第一個是雙子要挖 對 看得懂了 厲害 對對對 沒有錯 你取決於你是全部要挖 還是部分挖 部分田 但是都基本上符合在那個地面上去做 那這個你們自己決定就好 所以自己決定做出來的東西 才會落土落土跟土跟現地 比較能夠好像從土地上長出來的一樣 那一樣的 就不會是這個樣子 橫木階梯 圖面就是這樣子 如果畫成設計圖 就是我用橫木 前面有兩隻小橘木 平面圖看 然後薄面圖看 你可能是一隻 你可能是一隻 你可能是兩隻 就看這個大橫 如果這個這樣說出來 就是剛剛我們有看到那個一節一節一節 可是你如果轉換成是手作的 一樣是圖面 橫木 這個下一隻 因為這個比較粗 兩隻小橘木 上去上去上去 然後挖 田 然後把松針再蓋回去 把松針再蓋回去 就會形成是這個樣子 那同樣的概念 工程包包的用直升包 你們應該會在後面陸陸續續的步道上面 看到很多這樣的步道 或是這樣的邊坡 那弄在邊坡勉強可以 因為它可能久了以後會長潮 就把邊坡蓋起來 可是用在步道上這種東西材料人在上面 兩年以後風吹自曬 雨淋養 一脆化以後 土流網帶破掉 土流出來 就變成一階一階都不是階了 所以會用這種方式去把一樣嘛 它在這個跟它都在修那個階面 修完以後那個要讓木頭可以躺在上面 或是把木頭種在泥土上 然後前面的小鏡墓 我也不是上工程課 我們快要讓大家資料一下 施作過程 夯實 好 5月18 5月19 2014年2月21 差了6年 這是神殘柳三木沒有去皮 沒有防腐 2014年以後還是這個樣子 只是確實稍微爛了一點 可是你可以發現階梯依然存在 那就是我們志工經常在家獨做的 你跟石頭擺上去後面的土石 當時都要分成夯石 夯到你最後就算連石頭都掉了 那個階梯還是會出來 這個概念就是這樣子 它經過了6年以後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 之前都靠小鏡墓嘛 這邊小鏡墓都爛了 可是小鏡墓爛了以後 橫木竟然還可以站 那就是在那個過程裡面 我們要求志工會很用力的做這件事情 所以每一個每一個 你可以看得到階梯後面的排水層 就是那些塊石 拳頭大小的 下去比較小的石頭 再夯 再夯 那你就可以經常看得到很多夯石的動作 很多夯石的動作 然後才會有辦法做出這樣的東西 那實際的東西這種時階跟你們這邊的時階做法 稍微不一樣 因為它是屬於塊石的做法 但是西軟石因為概念上 大概也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做法 大部分是這樣子 會出來是這個形態 最後很快的講一下 你的時工學是這個狀態 所以我就說你不去做路基整理 你不清楚路基整理開以後 步道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要去判斷到底要做幾階 要怎麼做比較困難 所以一定要先做路基的整理 路基的整理 整理出來以後你才知道說 我們要怎麼去做這些東西 然後怎麼用現地的石頭去堆疊 那個石頭做成的接面的後面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都是白水層 然後表面再把它夯石 夯石回來 它就是變了自然的石階了 自然的石階了 所以你才知道說 原本施工前是這個樣子 施工中是這個樣子 施工後以後 然後六個月以後 慢慢慢慢它很快 石頭就會長回來 石頭就會長回來 先想到這裡就好 先想到這裡 有沒有什麼問題 作業上 還沒做就是知道 是不是 如果有問題相互討論 得到一個共識就好 當然沒啦 E2還是可以 反正Line清楚上面也有 Line清楚上面也有 OK嗎 確定好啊 還好裡面有那兩個案例 所以你們就按照那個案例 套你們的環境屬性 然後改一下你們裡面的一些描述 應該還可以 好 應該還可以 好 沒有啊 沒有 不行 好 那他用時間配合 我們今天去看我們那兩個步道 那其實他們現在施工 可能也有受過一點影響 所以好像看起來是比較天然的 可是就有一些問題 像他們就會用枕木做那個 每一階的那個 邊框 邊框 對 然後中間是用軟石 剛壁的軟石 對 然後跟土都會填 可是我覺得 走跟我們自己做那個 熱解二人的步道 感覺不一樣 就是說 他回填那個時候 他並沒有去調整過那個面 也沒有去把他 讓他比較跟土 就是再把他再填 比較 不要差距那麼大 所以走在上面 其實雖然是天然 可是就會覺得腳會比較沒有那麼舒服 你知道嗎 當然 因為他們工程做的 不會像我們是工作的那麼陰莖 就是看起來好像是天然的 可是就是 而且就不是人覺得舒服的步道 對啊 因為他石頭丟上去就丟上去 然後就也不像我們丟上去 會調角度 然後整個拉平 然後再來就是那種 我比較擔心 應該還好 因為他現在如果都是大塊石 比較擔心的是 如果是那種隔框 他現在是填土壤又灰填 我們剛剛講的碎石擊沸 久了以後會積水 會積水 因為就是他下面沒有下排水層 可是我們剛剛 你看 他下了這個介面以後後面 就是那些大顆的嘛 所以你現在看到隔框下面是 後面是這些 然後比較大顆還是比較小顆 比較大顆 好 他大顆填完以後是排水層對不對 他會再回填比較細的 好 排水層 細的蓋上去以後 所以其實整個面應該讓他看起來 是就是踩在自然的圖石上 可是其實後面或是底層 他怎麼下了很多功夫 得這樣子做 所以我覺得是那個認知 就是說可能這些理工所 然後這些工材當中 他覺得他已經是自然化了 可是事實上就是 他只是看起來像自然化 可是他事實上沒有去做到那個 我們所做不到那個要去重視的地方 會有 會有 因為工程很多小美感都沒有做到位 那這個沒做到位就會變成後面 不管是積水泥泥 不管是那個塌面會往下呈現 或者是剛剛講的 他即使不會積水泥泥也不往下呈現 但是表面會不平整容易扭腳 會有這些問題 所以為什麼人家才會喜歡我們自購做的東西 這個你看 你看看 好的 我講這一個 最後兩分鐘 你看起來他也是已經很自然了 對不對 很沒有問題 可是他還是認為有問題 有問題 當然因為他旁邊的照片沒照出來 問題是在 時間下來 他有這個塌面 他有這整個面 可是這整個面是水的載體 就是這整個面 當這一整面下來的時候 然後水從那邊字 Allahu 你能看到這邊有問題 他後來照片沒有出來 但等下往下看 所以他的做法來說 第一個縮小 縮小這個階梯的面 也就是說 他不要讓步道那麼寬 他把它縮小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階梯坐起來 但他旁邊用現有的石頭 去把它堆低起來 然後下面Vous以後 做好泄水潑度 它有 它在這個地方 等一下你可以看到 它在側面的地方有碟氣塊石的撥桿起來 讓它的潑度沒有那麼抖 然後因為它是出水面 所以我一定要靠筷石去做防蔥刷的 這個面是可以看得到 有沒有 原本很開放的面嘛 所以我把它限縮起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女人在做這個 比較好看 沒有啦 另外是比例的問題 因為有人在那個比例池就很清楚 如果沒有人在那個 你沒辦法感覺到它在 所以第一個 它在這個地方做了很大的改變 限縮整個 那其實水的流進來的部分 它應該也有處理到 OK好 這個跟你一樣這樣 另外這個面 有沒有 所以它氣石撥桿你可以看到它不是氣瓶的喔 它有微笑的曲線 要卸水 它那個稀稀的不會很快就被衝走啊 你說面層啊 對啊 國外的步道降雨量沒那麼大 國外的步道降雨量沒那麼大 那就是國外的嗎 對對對 國外的 當然在我們那個也有可能會有的是 我們還是會夯食 然後 它背面應該還是有一些排水層在下面 但是它就是這樣 因為它可能降雨量沒那麼大 你會這樣不大 等一下 OK 對 就到這裡 所以其實要處理的是這一塊 要處理的是這一塊 然後水層一樣的 我們有時候比較那個要求的做法 就會要放水層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其他的你可以看到十階的做法 都是同樣的概念 開花完了以後下排水層 再下面層 然後整個航式的一個動作 大概 好 分享到這裡了 然後我們可是這樣那個 既然有微笑 那就一定會在那個最下的那邊 就不是會更嚴重 除水 沒有 它底下是石頭 對 它除了其它除了它是 面狀 它不會是很 narrow的 這一陣子不是說我們的那個 那個黃黃霸要做微笑曲線嗎 有些知道這個 他們現在不是把黃黃霸 原本是高高的一個 然後現在中間做一個 叫屏東還是在台東那一邊的 那其實算了 今天沒有講 因為在我們公廠裡面講的抗衝說 要在第三世界裡 人家本來就這麼做 它不會像我們笨笨的 就是我們擋水就是全部擋水 對不對 可是人家擋水中間會降下來 讓水可以出來 它不會完全的擋水 所以它那個就是說 而且它是軟性的做法的時候 這樣子它的承受能量會比較絕一點 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囉 好 那就下一期有機會再見 OK 好謝謝 謝謝